我們現在要介紹在東京的五個下雨天不怕雨林的好去處 首先第一站來到了十條銀座商店街 這條商店街非常的長 一次可以逛上好幾個小時 現在商店街就是要不要先備啦 很快 我們現在來到日本的甜點百明店 阿魯亞馬吃 看看它的冰吧 它這水是天然的水 紅豆豉都產的 所以這兩個搭配起來像非常的厚實 這家叫做米亞哈拉 是賣很多炸物烤物跟煮物的小吃攤 看一下我們買的炸肉餅還有炸雞 外面的皮啊超級脆的 裡面的肉汁炸得非常的嫩 吃一下它的炸雞 它炸得也很軟嫩 裡面很多汁喔 我們現在到了江戶東京博物館 在這邊可以看到江戶時代的東京一路到現代的東京喔 這邊長社展的票有六百日圓 這個展場裡有相當多特殊的江戶時代的建築物 我們去看看日本江戶時代城鎮居住的樣貌吧 這個是以前消防隊的標誌 然後縱視東京為則是江戶時期的表演藝術 我們來體驗一下昭和時期的住宅吧 這裡好像魚乾子魚的場景耶 現在來到了明治時期的東京 這是日本六零年代到千七年之後的流行 這裡是一個室內大型遊樂場 這邊有很多主題的遊樂設施喔 這邊有很多免費的東西可以體驗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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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後是餃子專區 可以吃到各種不同口味 各種地方的餃子喔 這邊設計的非常非常有昭和感覺 取水 這邊是冰淇淋專區 這邊除了餃子跟冰淇淋國館以外 還有很多昭和富裕的遊戲專區 我身後房還有鬼屋專區啊 這裡是大江戶溫泉物語 它是一個仿江戶時代的溫泉園區 它裡面也有提供餐點 可以在這裡玩上一整天 挑好玉衣囉 換衣服吧 玉衣出體驗 哇 哇 這個大江戶溫泉物語裡面呢 是一個小江戶時代的造景 所以你在這邊不只可以泡溫泉 還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可以享受 泡完湯之後肚子餓了 可以在這邊買東西吃休息一下 泡足湯囉 這個足湯的區域啊 比我想像中的大很多 超級多人在這邊 這邊有付費可以使用的研潘魚 耶 泡完湯就是要喝一杯冰冰的牛奶 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的 五個下雨天也可以去的好 去錯 我是偉恩 我是包伯 大家下次見 拜拜